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头圈爆煲 私募基金的老板 拿了12亿走路 那有没有12亿我当然不知道 整个数字 但是牵涉的金额和人数 都是170亿 有400位投资者 这个人的名字 你一定要记得叫张永豪 他是中国私募基金 落黑资本的创办人 他本身就是东莞人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在上星期二 张明豪在公司员工群组 留下一句 我要走了你们都走 就是好像 好像哪个 好像我们 中国的私人一样 我轻轻的我走了 你们都快点走 就是说有良心 一早提醒那些伙计 我现在走了 你们好走了 免得一会儿债主临门 接着他就失去了中影 之前并没有异养 据称落黑资本的员工 在星期三 收拾东西 准备搬来 当日原本是出粮的日子 很多的员工 就是说最后那个月拿不到钱 申请劳动仲裁 那其实真是废话 走了 而这班员工一早有心理准备 所以 即时撤离到 即是说老板留下这句说话 他们就马上就执拾世院 跟着就劳动仲裁 即是说 整班都 有备而来 当然来到的 当然就是深圳南山区前海的办公室 看看 里面没有员工 大部分的物品已经清空 因为很简单 他走 跟着那些员工 为了减低损失 就把那些电脑 打印机 除了那些桌桌等等 即时 未爆布之前 即是未通知客户之前 就卖了 而办公桌上 留下一张12月的办公室租金的结算清单 金额为每月18万元 即是说 下个月的租金 他们都交了 即是 这个是有计划 即是由头到尾 都是保持着一个安全 和的氛围 但是来到这里 因为没办法 演下去 很多时候 利息开始给不了 不如就一手了之 当然 很多人说 很突然 他说 不知道 老板 张永豪走路 之前 从来没有发现到 有什么问题 而且 所有的利息资金 都按期对付 东观市 曼江区 新和派出所 对洛克资本 老板走路 这件事已经立案 投资者 需亲自到派出所 填写登记表 张永豪是 土生土长的东莞人 2008年至2011年先后 在高盛集团和平安集团任职 职务分别为市场研究部的人员 和综合金融部主任 2012年 张永豪在东莞成立 洛克资本 投资团队达70人 被视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 管理资产总额超过170亿 但是自2015年以来 这间公司共发行16只基金 当中12只仍然运作 其实你问我为什么 第一 走路就拿钱了 第二是什么 因为这些私募基金很多的时候 他们就买的是债券 或者他投资的就是房地产 但是现在你看到地方债 94万亿 而陆续这样也有其他的私募基金 互相支持 但是只要有一个 一个的产业链 就像中融公司 一说价格 牵涉就三千多万亿 那你说 如果普通这些私募基金 不多不少 买了他们的债券 买了他们的金融产品 这样的话 就是说 给得今个月息 下个月息 都没办法给 例如 例如 好像投资一些 恒大 发的地方债券 或者融创 今时今日 恒大死了 碧桂园 还在叫救命 但是融创已经违约 那这些私募基金 可以怎么样 霸心一说 不走就假了 其实 未来会陆续来的 其实中国的金融大地震 不是地震 金融的超级海啸 很快就席卷而来 因为有两个是癌症 第一 房地产 第二 就是地方债 这两样东西 你是没办法解决到的 这两样东西 加上已经一百 五十几万亿 人民币 我问你 怎样搞 而这些私募基金 他们投资的 出路是很少的 因为他们一般来说 就是跟着 共产党的拍子起舞 就是那些神仙板指着那样东西 他们就买那样东西而已 今时今日 陆续爆煲 如果你是老板 你走不走 是不是 所以不用找的了 不会在东莞 也都不会在中国 在中国 楼下最后一句子 很瀟灑的 这样说 我走了 你们都快点走 说了一个政治 和现实给大家听 你要问的 可能他已经人在美国 或者人在欧洲 这种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分享 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安天娜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